佛道在自我认识中圆满 今天跟大家讲意识和思维 大家都知道 意识是看不见的 思维也是看不见的 意识和思维是有区别的 意识除了指意识本身 还有一个叫下意识 下意识是什么呢 你没有任何的去想象 然后碰到一件事情 你马上想到某一件事情 并且很快会去做 这就是下意识 而意识呢 它是我有意的去想这件事情 应该这么做 一个是自然的 一个是非自然的 意识之后才产生思维 思维就是思想上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如果做错了事情 或者想错了问题 首先是外界意识对你的影响 外界对你的影响力 举个例子 你看见某件事情 有利可图了 你在意识当中就想 我要跟他多接近 我要跟他多联系 意识来了 然后进入你的思维 我怎么样跟他联系 我怎么样能够让他帮助我 这叫意识思维 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内在意识 自己才能够生出智慧 你经常要观察自己 我这个意识对不对啊 我是不是占人家便宜了 我是不是怎么样了 经常这么想 我不能这么做 智慧就出现了 所以常观察自己的毛病 就能常生出智慧 要让心中减少污染 就是心中不要有肮脏的东西 看不起别人 怀疑别人 嫉妒别人 还有嗔恨别人 这些都是污染啊 污染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心已经不干净 要让自己的心没有污染 慢慢的 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多 要拥有智慧 要让自己的智慧 犹如烛光一样 大风也吹不到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人 人家再怎么挑拨离间 他是没有反应的 那么这个人 就是能如如不动 如果被人家一说 马上这么做 被人家那么一说 我应该那么做 这个人就没有分量了 一个蜡烛被风一吹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飘来飘去 飘到后来就熄灭了 你去看 风来的时候 有些大蜡烛 立在那里 微然不动 好了 接下来 他就不会灭掉 经常会被人家说动心的人 这个人就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被人家一说 自己的思维 马上就跟着人家跑了 这种人会有智慧吗 人家一跳拨 你就跳起来了 人家一说 这个人不好 你怎么看他 就是觉得他不好 你本身 自己没有主观意识 而是被客观意识 所缠绕 有多少人说 我一定一门精进 一心好好修 说的时候 斩钉截铁 一碰到事情 人都不见了 所以 人的心要有智慧 就要常常问自己 这样 你就可以让自己的心 放得真一点 经常问问自己 第一 我有贪心吗 第二 我有恨心吗 最近 有没有恨人家 如果你还在恨人家 好 你这个人 就是没有智慧 第三 问问自己 最近有没有发痴 有没有 不是你的东西 你去想得到啊 看看人家老不好看 有没有想去得到啊 没有 好 那你 就是有 正知正念 看着人家的房子很大 想想 自己怎么没有房子啊 这就是 痴心啊 第四 问问自己的心 是否散乱了 心散乱的人 自己是会知道的 我的思想 不能集中 烦的不得了 说明 你没有智慧 师父要你们 稳稳当当做事情 不要话多 少说话 一个女孩子 要给人家看得起 就不要话太多 整天呱呱呱呱 怎么像学佛人啊 天上菩萨都是这样的吗 你不讲话 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的 心中有解释已经够了 心中想不通的时候 自己跟自己解释就过了 这就叫意识思维 比方说 今天老公回到家里 你冲着他说 谁把家里 弄得脏兮兮的 你发脾气了 老公说 又不是我弄的 今天是你的孩子弄的 算了 没办法 都是一个家 我自己把家里 弄干净好了 我自己对家 也是有责任的 心中已经有思维了 对不对 心中自己化解了 犹如跟老公 讲过了一样 这件事就结束了 如果你真的讲出来 这又不是我搞的 是你自己的儿子弄脏的 你怪我干嘛 接下来 说不定还要吵架的 自己心里讲掉了 很舒服的 说得不好听一点 他真的不讲道理 你心中骂他两句 也过来了 对不对啊 为什么非要讲出来呢 否则要你的心干嘛 这些都是心散乱的条件 第五 你的心宽大吗 问问自己的心量大不大 人家骂你一句 你就不能想开吗 人家讲你一句 你好像憋在肚子里 难过得不得了 不找个地方 出出气就很难过 对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没有人的时候 被人家讲一句 没有关系 一有人在 死要面子活受罪 一定要争一句 最后更倒霉 你在马路上跟人家吵架 跟人家对骂 看一个人像流氓一样的 可能会打人的 被人家骂两句 因为边上没人 你忍耐 马上保证没事了 如果边上都是人围着 你会抖着胆子说 你到底讲不讲道理啊 结果 砰的一拳 就打在你的脸上 你在有人围观 和没有人围观的环境下 表现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思维受到 外环境的影响 而转换成的 另一种思维素质 所以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叫精神转为物质 精神是什么 你的嘴巴就是精神 讲出来的话就是精神 你今天讲错话了 让人家生气了 人家打你了 就变成了物质 第六 你的心在追求精济吗 你天天努力了吗 这很重要 经常问问自己 我努力吗 我精济吗 第七 你的心安吗 你觉得对不起别人吗 你觉得有没有亏啊 第八 你的心理平衡吗 你觉得满足了吗 看见人家好了 你没有去追求吗 这叫本事啊 看见人家好了 你去嫉妒 你难过了 智慧就没有了 第九 你的心能解脱吗 解脱和平衡是什么意思 你先要平衡 你才能解脱 解脱就是 完全忘记了 无所谓了 这件事本来就是这样的 又能怎么样呢 无所谓了 就要想得通 你把我放在哪里 我照样发光 你把我放在哪里 我都是一位菩萨 今天我有的 那我感恩菩萨 今天我没有的 我一点都不想去要 那你就是菩萨了呀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 你得到的东西 不会失去啊 因为人是会变的 今天在单位里 拥有了一个办公室 你不好好努力 过两天被淘汰了 你的办公室 不就被新来的人拿掉了吗 你就失业了 不就是这样的吗 很多女人就是这样的 以为她跟着老公 十几年了 孩子都生了 老公怎么可能 不要自己呀 我就跟你闹 闹到最后 老公把你给甩了 很多男人 也是这样的 觉得老婆 嫁给自己 这么多年了 她怎么会离开自己呢 我打死你 你也不会离开我 好了 后来老婆真的 离开了自己 缘分到了 结束了 第十就是想得通啊 你们要经常围绕着 这十个问题 想想自己 问问自己 心贪吗 心撑吗 心吃吗 心散乱吗 心宽大吗 心精进吗 心安吗 心理平衡吗 心能解脱吗 最后 想得通吗 我想通了 就有智慧了 想不通 什么都没有结束 前面 全部都 白费了 听得懂吗 我觉得今天 你不得了 我听得了 你不得了